让她去 来吃晚餐 快点 女儿 妈的确认已经很高 为什么她仍然在喝汤汤 妈 你还要吃汤汤 你早就在打股处很高了吗 哎呦 没有事情 来帮她吃的妈罢了吗 几十岁人了 不会死的啦 那你等下记得吃药啊 知道了 知道了 她永远不再去医疗 回来 我去上班了 你等下你帮我载阿哥去学校 我也有顾客咧 我也是有很重要的职计咧 你在啦 反正你顺路 好啦好啦 哥 快点来 医生 我妈妈怎样了 经过检查 她是轻微中风 蛤 这样会有危险吗 母姐还算稳定啦 之前给她的药没有吃咧 她的胆固醇指数 这样高的 不要讲啦 讲了她又不听 我看你们要更加注意她的饮食 尖炸食物不要吃 药一定要吃啊 好 谢谢医生 来 妈 喝点水 对啦 妈现在真的有什么办 谁来照顾茶 所以 我们两个都要做工 嗯 反正阿妈现在不是很严重 或者 明天早上我们准备好食物给她 妈 中阿哥就回来了妈 有什么事阿哥可以扛吗 嗯 也是啦 妈 明天早上我们会准备好食物放一桌子 你自己拿来吃 中阿哥就回来了 可以 没事 你们不用担心 尽管发生了教育的疾安 但她还是会进行进程 拜登强调 美国今年已经发生了 准备了 准备的时间 造成了大约4万人上映 可是 阿妈 阿妈 爹爹爹 阿妈跌倒了 怎么会这样的 你们家里面能看着她了吗 这一次算是青山 如果下一次跌倒的话 就大件事了 女儿现在怎么办 所以 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不如我们请个女佣 是喔 这样子我们做工的时候 又有人可以照顾阿妈 就不怕她再跌倒了 所以 而且还可以给她定死吃药 我替我朋友讲 那个抵护公司 他们的女佣性不错 不如我们试试看 看来 你好 我評判了 是的 是的 也是 他已经在吃药美食 和抵营 好 您 好 试试看 看看 Live is easy Let us lend you a helping hand 忙碌的生活 让我们帮帮你吧 Master Employment Agency Trusted since year 2004